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我幫大家爭取了一個Giveaway的機會 如果你也想得到The Corner的鞋 記得看完這條影片 去我的Instagram 看看怎樣參加這個Giveaway 名額有三個這麼多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作為一個女生 三袋飾物和鞋 永遠都不會嫌多 所以看到這個陣型 看到這麼大陣像 一點都不需要大驚小怪 在我面前就有十對The Corner的鞋 今天就跟大家嚴選五對我的Top5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知道 一個香港本地品牌The Corner的鞋 然後我究竟選了哪五對 成為我的精選的話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有什麼優惠 有什麼資訊 你就不會錯過了 在跟大家介紹 The Corner這個牌子 和它的鞋之前 不如說說我自己買的鞋的經驗 我是153小顆 腳特別小 穿35碼的鞋 而且我的腳掌非常扁平 所以如果穿高跟鞋 平底鞋 或者Lofa類的鞋 我是完全不可以大一點 36-36號半 我都穿不到 一定要穿35碼的鞋 不然我會很容易脫鞋 我試過在街上 像灰姑娘一樣 脫穿一隻等王子來救我 所以買鞋對我來說 真的非常困難 就算那些鞋有35碼 它也不會多貨 很快就會斷鞋 所以這次很開心可以認識到 The Corner這個本地買鞋的品牌 它們有些鞋款 是由34-46碼都有 非常厲害 而且我很喜歡它們的中指 它們認為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是穿著鞋走路的 沒理由這麼長時間 都要很辛苦 沒有選擇鞋款 經常穿著波鞋 然後有時候或是挖腳 硬斑斑地度過 所以它們就設計了一些很漂亮的鞋 亦都是很舒服的 希望各位女生 又可以又漂亮又舒服地度過 我們三分之一的人生 這次我收到The Corner這十雙鞋 都是非常百搭 很多場合都穿到 Casual一點 和朋友逛街吃飯 或者上班的時候 甚至乎一些正經的場合 都可以carry到 我現在很快速跟大家go through一下 我收到什麼鞋 大家看完這十雙鞋 有沒有覺得哪一對特別漂亮 特別適合你心水 有猜不猜到我心目中哪五對是我的Top5呢? 現在就跟大家揭曉了 第五位 就是我現在手上這雙的Lad Lover 這雙Lover 除了顏色漂亮 形漂亮之外 皮膚也是非常之軟熟和舒服的 你會看到軟軟的 它不會塌的 它都夠挺身 加上前面這裏是不會夾腳趾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穿這類型的鞋頭比較尖窄 然後皮膚比較硬的鞋 然後你出一天 腳趾公腳趾後 旁邊兩塊骨 是夾了整天 痛到懷疑人生 所以 選擇這類型的鞋真的很重要 譬如這雙的鞋 是比較軟身的皮膚 它挺得來是完全不會夾腳的話 這些就可以穿長時間 出街上班 上班 吃飯 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雙又容易襯 你襯一些牛仔褲也可以 或者你襯一些裙類 都沒有問題 它就成為了我的第五位 然後就是第四位 第四位就是我手上這對 有帶灰藍色的平底鞋 這個顏色 這個花紋 本身已經是買Cup of Tea 加上這兩條帶 是非常之加分 很清晰看到底部 是有Cushion 而且你會看到 旁邊 鞋前面 和鞋端位 是兩種不同的布 就可以避免刮腳的問題 這兩條帶 除了看起來很漂亮之外 對我來說是有功能性的 因為我走路特別壞 很喜歡踢腳踢地 那些踢踢聲很吵的 就是我 所以如果穿平底鞋 沒有這些帶 我整天都會踢掉鞋子 所以這兩條帶 就可以幫我抓住腳 怎麼踢都不會掉 來到第三位 看到這雙鞋的顏色 就知道我一定會選擇它做我的Top 5 就是我手上這雙牛油果綠色的針織高跟鞋 前面鞋頭位是做了針織的質地 然後後面是一個漆皮的設計 我是很鍾情一些鞋 有條帶綁著腳眼位 因為腳眼是整條腿最幼的地方 有這個焦點的話 就有一種錯覺 你的腿是特別遷秀 所以除了綠色之外 我還要他們的黑色 加上前面是一個很舒服透氣 針織的物料是很軟熟的 不會硬斑斑 又是不會夾腳趾 這些尖頭鞋夾腳趾是很辛苦的 還有它前面 大家看到裡面有一個Double的布料 不怕腳趾不斷衝向前面的時候 很容易鞋頭會穿洞 我的腳趾是生爪的 我的波鞋也是被我捉到穿洞 所以它就會更加安心 加上它的鞋子是一個大粗鞋 用來追巴士、跑步、行山都沒問題 我以前小時候是可以穿那些三寸 斗令、尖頭高跟鞋去跑巴士 現在已經老了 這些就可以了 來到第二位 這雙鞋本身我是選給媽媽的 但自從我穿了它之後 我就決定自己私藏了 我遲些再買給它 就是這雙的豆豆鞋了 收到這雙豆豆鞋之後 我覺得比起看相片更加漂亮 然後它是極度軟 上上下下 簡直是可以做到拱橋的效果 是真的非常之舒服軟 這雙豆豆鞋應該是今天十代鞋裡 我穿過最舒服 有一種天堂的感覺 大家去門市試一下就會知道 它真的超級軟 超級舒服 不是只有底部 它是連面也好 它那種很輕的感覺 是有一種完全沒有穿鞋束縛感 是非常之正 然後它外面是牛皮 裡面是豬皮 真的有為我們女孩子 或者是男孩子 他有出男裝可以跟男朋友有情侶鞋 就是為我們的腳 是有想過度過 不是就這樣一個皮 就隨便做了一雙鞋 然後它的底部 為什麼會這麼軟 就是鞋底不是一片鞋底 它是用豆豆做一些防滑的措施 然後呢 是可以縮到這麼小 然後今天這十雙鞋 我的best of the best 我的top one 是哪一雙 大家猜不猜到呢 就是這雙 Purlava白色的落福鞋 這雙鞋我第一眼已經看中了 無論我男朋友 我媽媽 我表妹 她們看到都說超級漂亮 這雙白色的Lofa洛福鞋 是極度 超級無敵軟 它底部的鞋墊 是可以這樣 好像床褥一樣 我超喜歡它這個V字位的設計 看上去的腳是不會鈍 是更加收長 而且它在用一個實木鞋 整個質感是超級棒 我覺得這雙是今天十雙鞋裡 可塑性最高的 其中性、中性、文青、正經場合 都穿得到 總之我對她是一見鍾情 不過其實她是偏大的 就算35馬也好 對我來說是大了半馬左右 所以The Corner他們 就給了一個鞋墊 他們貼心的服務就是這裡 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樣都是大小腳的 左右腳相差半馬左右 如果跟大腳買 小腳就鬆跑跑 跟小腳買 大腳就太窄 或者有些人 他們的腳剛好是半馬 外面很難買鞋 如果你在The Corner買鞋 就可以問她的職員 拿回一雙鞋子 是免費的 你放進去 放在前端那裡 就會剛剛好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了The Corner這十雙鞋 亦都分享了我心目中的TOP5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The Corner的網上看看 我會有一個觀眾Discount Card 你們買鞋的時候 入這個Code就會有九折 因為如果剛好撞正 他們正在做Promotion的話 還有上折 所以大家最近轉季想買新鞋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Upload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錄的新影片 和星期日日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Bye